小甜甜之前被前夫送禁嫌指控虐狗 她先是开直播 激动表示自己真的没有 最后又改口承认说谎 坦言自己不小心用婴儿剪刀 帮爱犬剪毛的时候弄伤她 过程中陈怡也加入战局 出了公开跟谢欣的对话 怀疑小甜甜心里已经出现问题 另外也说小甜甜尽管承认自己说谎 但整篇文章依然是在情绪勒索 说自己是因为生气 被前夫污名化才说谎 认为她即使身心状态不好 也不应该习惯性说谎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15号小甜甜再度发出长文 二次道歉 她表示自己在看到前夫控诉虐狗时 当下理智现真的权断 身心灵在累积情况下彻底失控 甚至用谎言来保护自己证明对方的谎言 会把LINE内容写得那么可怕无知严重 是因为知道没有这样做 前夫就不会帮助或理她 才用了狗狗可能会死掉的话 求助前夫来帮忙 文中她也谈言 这阵子算命可怕的语言 种种踏乏 误解 指责 已经让她的身心灵很崩溃到了无法附和 并感谢王宇杰在找不到她时 立刻打电话叫王少伟马上来她家 确定她的安全 发文一出有些网友也为她加油 认为都已经道歉了 不应该再这样咄咄逼人 不过也有网友觉得她避重就轻 一直强调狗狗伤事没有很严重 认为她应该正视自己的问题 或是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忙